杨女士和刘先生是一对年轻的小夫妻 刘先生今年28岁 杨女士26岁 两人结婚两年多 还拥有一个可爱的宝宝 按理说 新婚夫妻都是秘里调油 但他们却已经在民政局登记了离婚 我是认真提的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离婚冷静期了 但杨女士的离婚决定 如平地一声雷 彻底打破了这个家的平静 不光刘先生无法接受 就连杨女士的妈妈都为此数次哭到崩溃 听到他们两个一到去民政局 那天我整个那个魂都要丢了 我真的连去哭了两三次都要哭晕过去了 但不管家人如何反对 杨女士依然坚持离婚 因为她无法接受刘先生 在婚前婚后变化巨大 婚前的刘先生 是温柔贴心的完美男友 他每天晚上都会跟我说 晚安起完早之后脚都是湿的 他都会帮我擦干我的脚 但婚后的刘先生 却变成了只知道捧着手机的透明人 我叫一下他 他眼睛看一眼我们 然后他继续又盯着手机 杨女士认为 丈夫的变化是因为不爱了 但杨女士的妈妈 却第一个站出来反驳 我知道他很爱女婿 女婿很爱女儿 没有至于都是要 一定要跟他分开的那种 现在丈母娘和女婿结成同盟 共同希望挽回这段婚姻 那么调解的结果 究竟能否如他们所愿 刘先生婚前婚后的变化 又是为何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照片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